调和肝脾呢 第二节了 这里要围绕一个 肝脾两脏生理上的协同 病理上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这个在病理状况下 经常互相影响 造成恶性循环 你比如正常情况下 肝木帮助脾胃疏泻 肝木疏泻帮助脾胃运化 脾土呢 化身水锅之气 气血经济生化之源 那要土要熔木 要养肝 肝肠之血来源于脾胃化身 水锅经济化身的气血 这是正常 木来疏土 土来熔木 是一种正常的一个协同作用 反过来 如果说木不熔土 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减弱 化身气血不足 那就造成下一步的土不熔木 那土不熔木啊 肝阴血所长 阴血不足 那两个趋向 一个趋向呢 物质基础不足 输血功能就会减退 肝气就会愈解 还有一个结果呢 阴血不足 影响阴阳失去平衡 肝旺 肝旺 肝旺回过来要刻发脾胃 如果肝氏书泻 肝气欲解呢 又进一步不能帮助脾胃运化 所以这两者是一种 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的 所以从这个密切的生理关系 形成恶性循环的病理关系 说明这两章在人体保持 这个生化系统 调节系统的平衡上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